视频流出为何美军最先进的F22战机会被战斗中被锁死 若歼20与F22决斗 歼20战斗机又有哪些优势呢 提起F22猛型战斗机 恐怕没人能够否定这架战斗机在空军历史上的地位 作为1997年首飞2005年正式服役的一款隐形战斗机 F22直接定义了第五代战斗机的标准 后续五代机或多或少都得遵循F22的特征来研制 尤其是隐身属性在十多年前属于冠决全球的存在 虽然F22战斗机的生产线在2011年关闭 仅生产了187架 但F22的实力公认要超过美国后续研发的F35战斗机 从F35战机可以出售给盟友 但F22战机属于非卖品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在好莱坞拍摄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美国的F22战机不屑于与地球上的战斗机作战 而是用来和外星人的UFO进行PK 现实中F22战机参加过不少实战 但基本都是用来空袭中东武装的阵地 属于大炮打鸽子 难以看出F22真正的战斗力 但是美国也会经常与盟友举办空中对抗演练 让北约各类战斗机参与一对一模拟战斗 F22也会参加 那么这架号称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真的是难逢敌手吗 此前就有这么一段视频流出 也是让美飞行员倒吸一口凉气 视频中一架战斗机以第一视角追踪另一架飞机 画面不断变化 说明另一架战斗机意识到被锁定正在极力脱身 但视频中的战斗机死死咬住被锁定的战斗机 而在进驻视距范围后 火控雷达准信直接锁死另一架战机 而被锁定的战机根据轮廓不难判断 就是一架F22战机 据获悉这是某次北约军演中 美国与其盟友进行了一次模拟空战画面 美军派出了F22战机 而其北约盟友法国则派出战风战斗机 视频中锁死F22的正是一架阵风战机 尽管说模拟战斗以近距离狗斗为前提 F22会一定能完全发挥超视距以及隐身优势 但毕竟F22是作为一款空优战机 而阵风则是一款中型综合战斗机 F22狗斗输给上一代战机 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因为这意味着对手动动手指便能击落美罪先进战机 而无疑问 即使放在今天 F22依旧是超一流战斗机 其拥有远超上一代战机的持续转弯率 加速能力以及爬升能力 使其在一场近距离战斗中拥有远超对手的灵活性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认为没有一款战斗机能在狗斗中战胜F22 然而阵风战机似乎打破了F22不外神话 如果以雷达发现F22战斗机 并且使得阵风战机与F22进驻市区内格斗为前提的话 阵风战机拥有强大的电子战套件和先进的有源相阵孔雷达 其鼻头还安装了一种前扇区光学系统 这种系统具备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能在不发出任何电磁辐射的情况下 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和跟踪 这对于F22来说就很致命了 此外阵风战机安装由欧洲流行空中导弹 其射程相比F22的导弹更有优势 阵风战机可谓是中型综合战机的王者 在优势条件下击败F22并非不可能 当然模拟战中美国可能会故意摆出F22的弱点以供参考 若F22战机碰到与阵风战机同样是压抑结构 并且与F22处于同一代的歼20又会如何呢 比较F22与歼20的话 二者可以说各自都有优势 比如F22发动机推力 机动性等 但F22对歼20并没有压倒性优势 反而自身缺陷很突出 而有五点因素导致歼20对F22的优势很大 其一 作为先发的战斗机 F22战机航电系统已经落后于时代 这也是F22在模拟战中会被上一代战机击败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 歼20具备后发优势 当然F22制造商洛马公司也承诺 会在几年内陆续升级F22设备 但毕竟F22战机生产线已经关停 洛马主要精力还是放在F35身上 很难说 未来F22的升级系统能与F35持平 其二 F22战机没有为飞行员配备头盔式瞄准距 这导致F22狗斗能力被削弱 强反 歼20却具备最先进的头盔式显示器 这种显示器能让飞行员以90度的视轴角度锁定多个目标 并且连接霹雳时短距格斗导弹 能让飞行员在瞬间指哪打哪 其三 歼20装备的霹雳15空空导弹 是世界上最先进 也是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 霹雳15装备双脉冲发动机 时期射程达到200公里以上 相比之下 F22战斗机的AIM-120D导弹射程仅为120公里 其次 F22航程不足 远比不上歼20 由于F22研制初衷是为了全面压制苏联当时最新式的苏-27战斗机的空中优势 并没有过多考虑远程奔袭 加上美军拥有不变全球的军事基地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 所以一开始 F22就没有注重航程 有估计 F22的内游航程在2500公里左右 相比之下 歼20在设计之初 由于缺乏加油机的支持就必须考虑航程 有分析歼20的内游航程达到3500公里与苏-35战机持平 其五 F22早在10年前就关闭生产线 如今改进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歼20还具备很大的改进价值 包括未来安装涡扇15发动机弥补短板 可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歼20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当然 现代空战考验的是体系 而不是战斗机的单打搏斗 五代战机主打隐身能力 本就是为突破敌方防御体系而诞生的 只不过 随着科技的进步 F22战斗机面对一些后续研发的战斗机 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由于科技更新太快 F22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迅速被抵消 以至于 即便是上一代的战斗机 都存在击败F22的可能性 在2018年的时候 一张俄罗斯苏35战斗机 第一视角锁定F22的照片引起轰动 照片中苏35的雷达侦测到一架 停在地面的F22战斗机 而苏35启动火控雷达 将F22暴露于苏35战机的瞄准十字线中心 如果此时属于实战状态的话 F22战机基本上难逃被击毁的命运 俄罗斯媒体表示 如果类似的情况在实战中发生 美军F22有98%的概率会被苏35击落 根据分析 照片拍摄地点在中东的某处美军基地 尽管说当时F22是停在地面作为静止状态 但别忘了 美国不太可能会提前告知俄罗斯 自己派了F22驻扎在某处基地 而苏35的行为很显然是故意而为之 这很可能说明了一点 在美军派出F22的时候 俄罗斯人就通过某种手段提前得知了F22的行踪 除了俄罗斯人 中国人也针对F22干出过让美国大为震惊的事情 2020年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视频以俯视角展示了一架战斗机穿过云层与城市上风 并且镜头是在全程跟拍 而被拍到的战斗机其轮过就与F22战机十分相似 这个镜头角度也像是一颗卫星在追踪这架战斗机 很快中国长光卫星公司证实 这段视频是由中国的商业卫星吉林一号所拍摄的 要知道吉林一号还不是军用卫星 却能在太空锁定F22 可以说如今的F22战机早已没有当初孤独求败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因为问世过早已经被对手摸透 而美军面临的问题就是 F22之后又有谁能扛得起美国最先进战斗机的大旗呢